極 回到序篇的地方 今天會用一節課的時間來講 序篇 序篇其實在我的油在這本�講這本文章是比較特別的一件 它篇幅很短 然后它比较不是特别去讲了一个历史的事件 而是告诉我们历史大概这些学问是什么 然后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在讨论它的时候用的一些方法 所以我们这节课会抛出大量的问题来询问各位 最主要是确认各位对这些概念要不了解 那幻游老师讲这节课可相对抽象一点 不是一个特定的事情 好 来 翻到在课本那个地图那两页 就把它跳过去 直接看到在第四页的地方 那标题是谁的历史 但这个谁的意思就代表 它是有一群人有特定的想法在背后的 我想这个标题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讨论过去好像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 它不是长那样吗 可是它其实跟谁去了解它 谁重视它是有关系的 那因此我们先来看历史的各种定义 请直接看到第二段的地方 好 那课本教科书的定义 我把历史看成狭义跟广义 那后一天我把教科书的定义直接列上来 你要看课本上面的 你要看这里都一样 好 我念一遍 按照我们课本 广义的只要是人类往事的事件跟行动 都可以算在内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文字 考古遗旨 图像 或者其他东西来认识 那根据课本 因为你有广义就是相对的狭义 它比较局限 只有文字 以文字记录为基础 所以文字出现之后叫历史 那你们都知道没有文字之前叫什么 史前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定义 那你知道按照我们教科书这个定义 狭义会横以文字为主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观念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都知道很多过去的事情 或者现在发生的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也叫过去的 那这些事情它其实留下来的资料很多 除了文字之外 大家有哪些有可能去记录这个事情 你写日记是文字嘛 你在Facebook上面发一篇文 那是文字 好啦 你们现在大概也不太用Facebook 现在应该是IG之类的吧 IG是发什么东西为主 照片 所以照片的话是不是 这边讲的 你应该是发照片没错啦 对 在旁边 现实动态 现实动态 那还是某个照片或者搭配文字之类的吧 好来 那个东西讲起来 就比我们是不是在后一天 或者说教科书看到的来的复杂一点了 简单讲文字就变成不是文一 能够去记录一个事情的方式 好 这个课本的定义我想各位都可以掌握 我现在拿另外一种历史的定义 这不是课本 好 在这个我另外找的定义 广义的历史指的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 可能跟人类有关 可能跟人类无关 这个广义我稍微解释一下 比如说天文学 是不是有天文史 然后宇宙自从大爆炸之后 宇宙是不是有宇宙历史 宇宙历史跟人类完全有关吗 回答这个问题 宇宙大爆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根本没有人类 或说连生物都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当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 在同一篇我刚刚各位讲的这个广义 另外一种定义的广义的历史 它其实有可能跟人类是无关的 它有像什么弊层的历史 那也不一定跟人类有关 但在这个定义当中的狭义 是指人类的发展过程 所以广义的是人类以外的也算 狭义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那我现在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现在对照课本 客人的定义 跟我另外找的定义 请问 他们之间有什么相关性 我就不挑前一页 因为在你们客人就找不到 有人想要主动回答这个问题吗 好 跟人有关嘛 这个狭义的定义 对同一 所以跟前面我们那个教科书的定义的关系是什么 教科书的定义也就是针对证 这讲法是没有错的 但可能还可以更具体的把这个东西做引进 好 有没有其他同学针对同一个点想要 蛤 蛤 没关系 等一下我下个问题 就记起来就这样 欸你有发现 这个我另外找的定义的狭义 就是课本的广义 同意吗 所以我为什么要拿另外一个定义来困扰你 其实这边是告诉你任何人都可以去定义历史 历史也有各式各样的定义 广义跟狭义等等 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们觉得它就是这样子 像如果现在撇开教科书 然后撇开我另外找的定义 我请各位定义历史是什么 你要以为什么味道 通常应该也是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过去发生的事情如果按照教科书 就这个 所以我们经常有的定义就是广义的 教科书的这个定义 好那这些东西 我们讨论到这边 它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 我们记不看 现在请看到第一小节 两个时间跟空间共存 我觉得这个标题 有一点反恶物保密 我们现在先把那个时间跟空间并在一起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讲法叫时空 所以课本讲的两个时空 现在请你把后一片东西 直接在标题自己解释一下 一个是过去的时空 一个是现在的时空 所以第一小节的标题 那个两个时空 一个是过去 一个是现在 它没有很困难 它没有很困难 好那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有讲了 我们一般人定义历史的时候会说 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是不是按照现在我后一片的标题 就是过去那个地方 因为过去发生的嘛 可是问题在于过去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所有东西都留下来了 昨天中午你吃便当这件事情 它成为历史的嘛 它确实是过去发生的 那我们如果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昨天中午你吃便当的那件事情 它是历史嘛 有人说它是历史 我吃便当 你吃便当 那我们历史有记这么多事情吗 那以后就来一个社班吃便当室 结果发生超无聊的 就是一直在讨论菜色的变化 然后第一口咀嚼 换第二口咀嚼 然后今天是半年意大利面 之类的 好 各位应该有隐约感觉 我现在要提的问题 是不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到最后都成为历史了 其实不是 那什么样的东西成为历史 什么样的东西没有成为历史 各位觉得 好 我们现在来切离 有些东西其他并没有成为历史 那过去的确发生了 具有独特性 吃便当毫无独特性 所以它不是历史 不一样性 这不一定 如果是毛泽东吃午餐 有可能吃在一起 对 可是当时不知道 他也是默默在吃午餐 你当时觉得不重要 后来就没有记录了 好 我只故意讲 好 来 这边要讲 有在留下 不是有在那个历史 就是记录历史的人觉得 他个人喜欢觉得 有什么重要性 或者是 有被特别去留下来 努力前记录 这种事情 好 这个答案都要好 是不是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有人觉得它重要了 就记下来了 所以也是有一种可能 你昨天中午在吃午餐的时候 旁边的同学说 哇 这姿态太美 这个午餐太棒 因此我就写了一篇文字 放在网顾上 就把它记录下来 有没有这种可能 其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虽然几率蛮低的 那 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们举一个 可能比较符合 刚刚同学的讲法 1683年 当施朗代表清朝 代表康熙皇帝 平定台湾的正式王朝 正式政权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觉得重要 做了记录 因此是不是成为历史 我们的课本一定有提到这件事情 这个例子比较典型 各位都可以理解 所以它其实回到头影片 历史其实牵涉到两个部分 一个是过去 它的确真实发生了 可是第二个是 必须要有人对它感兴趣 它必须要有资料留下来 后来的人也重新把这件事情 拿出来讨论 那个东西我们都叫现在 所以这个历史包含了 现在跟过去之间的对话 现在把课本第一段的地方 把一些重要的文字摘入好 所以所谓课本讲的 历史牵涉到两个时空 第一个是历史事件 发生的时空环境 简单讲不是过去的 这件事情它必须要发生吗 不管是施朗平台 还是昨天中午你吃便当 它必须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好 第二个 它牵涉到的是历史学家 当然课本用的是一个 比较严肃的词 那以我们现在的观点 只要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是一个民间的历史学家 大家都可以是历史学家 所处的时空环境 就是现在 如果一件事情它发生了 后来始终没有人对它感兴趣 它就淹没在那个过去的洪流当中 不会再被 特别被起到的 所以它就不是历史了 因此这个关系本身 在我们学习历史的时候 它是很重要的 绝对不会有一件事情 是因为它本身重要 它一定跟后来的人 对它感兴趣 研究它 或者重新再去讨论它 是有关的 你把科普卡尔 这个历史学者 的这段话 把它画下来 卡尔是一个大历史学家 它说历史是历史学家 跟历史事实之间 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 是现在跟过去之间 如此近的对话 所以如果我们一般人定义 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我不能说这个定义是错的 但是这个定义 其实只有讲对了一半 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 其实就是我们后来 广义就称为叫现在的人 对他感兴趣 研究他 讨论他 所以他才会是一个不止境的对话 另外我在摘入了一句类似 这是另外一个历史学者 叫克罗琪讲的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那当代就是我们现在的意思 就是每个人所处的那个当下 那为什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呢 因为我们站在现在 我们对过去的那些事情感兴趣了 所以我们讨论他了 他成为历史了 那我现在在拿 刚刚我们一开始举 听起来很荒谬的例子 我刚刚讲的 昨天中午你吃便当这件事情 假设真的我们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了 他有资料留下来吗 你们觉得 你要怎么去了解 昨天中午你吃便当这件事情 我猜没有照片留下来 因为你不知道今天历史老师会想这句话 知道的话就先拍几照 嗯 有照片 但没有 或者我反过来问 他难道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吗 他其实有留下记录 譬如说 如果你是家里帮你带了便当 你爸妈帮你带的便当 你回头去问你爸妈 昨天中午有吃什么菜 那个吃的那几道菜 他们答得出来吧 因为他们是他们做的那个便当 他们应该知道有哪几样的菜色等等 所以我们历史是这样子 当你真的对一些事情感兴趣的时候 过往会留下一些蛛丝蛮迹 那个东西我们通常就叫食料 好 这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把两个时空 先帮各位做确认这个观念 你是懂的 好 历史有两个完全不太大的意思 第一个是我们常讲的 构成的那往事的事件跟行动 过去发生的事情 第二个 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技术 就是记录跟研究 那前者我们就叫做过去的事实 后者就叫做现在的解释 那所以会有一种常见的观点 觉得历史它就发生了 它就长那个样子 我们其实只是去记它 或者说去背它 其实没有我们讲的这么单纯 你仔细看 如果它是现在跟过去 永无止境的对话 我们现在的人 我想现在的人是指你们 是指我 我们难道我们的想法都一样 因此我们都用同样的方式 去认识 去了解 去研究 去重建那段过去吗 其实现在的解释 它本身暗示的就是 它有可能会有 不太一样的想法 不太一样的观法 我对昨天你们的午餐的便当感兴趣 但另外一个人完全不感兴趣 这个便当 这种事也要讨论 好 他宁愿讨论是另外一件事情 好 因此我们顺着这个逻辑 我拿一题曾经出现的大考题 我们来约络练习一下 这样才不会觉得很空洞 好 这边有一段 它有两段资料 我们先看资料1 我现在要请各位看完资料 帮我辨识出 它在讨论哪一个过去 它又代表了哪一种现在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它在讨论哪一件过去发生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 它是现在的哪一批人 或者哪一群人 好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比较简单 好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比较简单 好 以前 比较早之前 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各位同意这一点吗 好 在讨论 它其实没有很具体 但的确是比较早之前 双方的关系 好 那关键问题来了 你觉得是哪一群现代的人在讨论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好 那个其他班直接讲 中共 习近平 所以 共匹 现在我就太用这个词了 好 但是我比较同意的是 它们接近那个对爱的观点 好 那你们是从哪里辨识出来的 台湾 好 这个 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市 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这好像就是一个 很常常看对岸的发言人士 会这样讲话 所以这个应该是蛮明显的 所以它是代表某种 现在的特定的 对过去的相关 好 来 我们再看资料2 它其实也是一样 在讲台湾跟中国大陆过往双方的关系 我发现大家笑出来了 所以你们会笑是为什么呢 这个资料2代表的是谁 现在的谁 唯一正统的中华 各位好 都蛮事故的 我重现它刚好 唯一正统的中华民国 如果真的两个资料可以掰出两个完全不同东西 如果你要得到结论是 一个过去可以掰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我会觉得它可能有不同的结识 但它不一定是掰 因为我们知道掰这个词用法代表它是乱讲的 它不一定是乱讲的 但它有可能乱讲 但它不一定是乱讲的 好 来 其他班说这个代表是台湾人的观点 这同意吗 然后还有人再补比句 舔共的除外 我觉得就是 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我不知道 你们大概现在正式新闻也看很多 好 但是大致上讲起来 各位同意 资料2比较是台湾的观点 资料1比较是对岸 中国那边的观点 好 那因此我们这个地方只是很纯粹 要让各位举例就是说 过去它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不就是记录下来就是一个版本吗 但你发现其实大家对它的解读可以不同 但这个例子比较 我们很明显可以判断 我也不找男的例子 这个例子之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判断 是因为它代表政治立场的针锋相对 所以你们先把这一题的答案先判断出来 对 各位职业化的学生应该很容易可以判断 是不是C 学者以用相同的史料可以获得不同的结论 那我回到刚刚有同学讲的 那你的意思是可以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来 请看一下这页最底下 在课本第四页 那课本是讲说我们应该尊重各种不同的解释 多位的解释等等 那我这边要告诉各位 虽然我没有办法甚至去讨论它 在我们有限的时间 其实我们历史在得到结论是蛮严谨的 那这些东西可能因为它呈现的字数非常少 我们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距离去讨论它 实际上并不是每一种解释 我们最后都放在同等的地位 有些解释是比较可靠的 有些解释是比较没有根据的 所以它在我们历史是一个很详细的论辩 所以它不是我们现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么亲密 它是我们很多历史学者用一辈子去做研究 得到的某个相对可靠的结论 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请大家回应一遍 我们现在讲第二小节寻找历史线索 你先把史料这两个字写在标题的后面 史料的直白讲就是历史的资料 那因为我们历史讨论资料所以有史料 你当然要用资料语可以 它其实就是英文的sources这个字 那这次过去一定要透过资料 就像我刚刚举例 昨天中午你吃面当的那件事情 如果始终没有留下资料 我们也无从去讨论它 那我们也不能凭空去想像 昨天中午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认识过去是透过史料 这句话大家都听不懂 你现在试着把这一句话加主词在前面 历史学家可以 有没有加答案 现在的人 OK 其实现在也就包含历史学家 只是你看他是专业的 还是我们这样只是对历史感兴趣的 所以我现在如果稍微放大一点就是 我们现在如何认识过去 关怀跟立场 这是我们刚刚提过的 那我们现在就透过这样子的前提 来讨论几件史料 那我找的比较多都是第二小节 课文提到的 所以我现在讲的是课文 第五页跟第六页 但我原则上 他不会一段一段讲 我们先看第一件资料 好 这个是陈地的东班纪 那一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资料 我们就要对他发问 我们不懂就要问 所以请问你们看到这个资料 你要问什么 他怎么没有标点符号 他怎么没有标点符号 通常在现在的那个20世纪之前的 中文文言文都没有标点符号 什么东西 那个叫做 那个应该就是网的意思吧 好 你们好像问的问题 比较多反映你们对这个文字的恐惧 我本来比较期待你们问的第一个问题 是陈地是谁 所以现在重新问第一个问题 陈地是谁 你好 陈地是谁 那会回复我 不好意思 陈地是一个明朝末年一个官员的幕僚 幕僚的意思就是他帮我们官做事 那个官员的名字叫神友荣 好 看来他跟神友荣很熟 神友荣是谁 神友荣是谁 打荷兰人的那个 打荷兰人的那个意思 没错 打荷兰人的那个意思 打荷兰人 对 这一块红毛帆 你们是应该那个照片的印象又想起来了 好 所以是不是在一个澎湖 他敢走盘踞在澎湖那个地方的荷兰人 那神友荣其实是明代末年一个蛮有名的将领 以我们现在来讲他就是一个海军的将领 他不只赶走在澎湖的荷兰人 他也赶走在东南沿海 在台湾这一带的倭寇 各位知道倭寇也是对明朝有一些海防上的一些危害 那陈定作为他的幕僚 跟他的长官神友荣南征北逃的时候 因此一路就追击沃寇来到了台湾 那看到台湾原住民 他的生活习惯 他整个各方面的样貌 都跟在中国大陆的汉南不同 因此他留下了一篇一千四百字的记录 他后来就命名叫东藩记 那你现在因此告诉我 他为什么把他的这一篇文字命名叫东藩记 东边的藩人 都会知道东是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东边吗 那藩其实是一个汉人 就觉得自己很有文明嘛 就把原住民点 你当我们今天不会用这样的观点 但是不是你从这个名称就可以反映 陈地的一些想法 他的立场 好来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刚刚好同学也提到 他都没有标点符号 那所以是不是你一个现在的人 要去研究过往的这个历史 透过史料的时候 他必须要先剧斗 好那问题来了 两个不同的历史学者剧斗 会不会完全剧斗的结果是一样的呢 有可能一样 但是也有可能不一样 不一样的时候 是不是他的解释 就有不同的结果 好来 这边告诉各位 当我们说历史是一个 过去跟现在无止境的对话 而我们认识过去 只能透过史料的时候 是不是其实光那个解读上 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先摆脱我是有特定的政治立场 我有性别的立场 我有那个贫富差距 那个叫阶级的立场 是不是光一个剧斗 就有可能 双方在解读上是有出入的 那因此 现在跟过去无止境的对话 这个东半记 我们随便找一个资料 就可以看出 他是有问题的 我们在研究他 观点是可能有出入的 那这一篇 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他 这一篇是中文世界第一篇描述 台湾原住民的文字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字 他当然代表天见 可是我们不得不运用他 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件资料 不要越难了 这已经不是剧斗的问题了 各位知道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直接讲好了 看不懂 他是荷兰文 因为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当时是统治台湾南部 在热兰遮潸这个地方 而且他很潦草 因为他是手写的 来 各位现在看的都是印刷的字 那当然英语课文就是英文 现在你看不到就是中文 那所以这个资料 以现在我们要去研究他来讲 都遇到的特难是 第一个 我根本看不懂 因为我们不懂荷兰文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不是只有荷兰文的问题 那是古荷兰文 十七世纪的荷兰文 跟现在不会完全相同吧 这个在中文 比较少产生困难 中文是文言跟白话的问题 但各位知道拼音文字 是不是隔了两三百年 他其实就会蛮明显的变化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在解读上是有困难的 那刚刚同学提到一点 他是很潦草 其实他不潦草 他写得很漂亮 你会说他潦草是因为 你现在不太看手写的字 那他是手写的 他写得算整齐 我想如果懂古荷兰文的 这个大概不会是一个 很难去辨识出 他要写的是哪一个单字 或者哪一句话 可是你都知道 只要是手写的 特别遇到紧急的时刻 譬如说当时在战争期间 那什么古荷兰金 要把热蓝折存打下来的 那这个时候 他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会写得很紧急 你知道 荷兰文我们不知道 但英文我们知道 写得快的时候会变成怎样 是不是最后一句话变成一条线 上面一些点 那个东西在判断上 是不是就比这个来的困难很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在研究历史 有很多的挑战跟限制 但那个跟剧动一样 解读上就可能会有不同 我们先讲这个叫热蓝折存日誌 你刚刚课本第六页 把注释第二的热蓝折存日誌 把它标记起来 这也是我们这学期 都运用到的一个重要的资料 那就像他的名称所讲的 他是在热蓝折存所留下来的日记 当时VOC就是荷兰东义路公司 是以热蓝折存作为他同志的中心 那当时在热蓝折存有一位叫做长官 这是他的职称 那这个葵一是最后一任的长官 就是后来营造那个郑成功赶走荷兰任他 他大概是在那一段之前的那个长官 那他必须定时向他的上级回报 台湾同志的状况 那上级在哪里呢 在巴达维亚 巴达维亚就是今天印银的雅加达 也就是荷兰东义路口死的大本人 所以他就用写信的形式 去报告他这个地方同志的状况 他们就定时写信 然后大半船就把这个信 载到了巴达维亚 最后就留下来 那当然现在历史学者 其实也不会人人都精通过荷兰文 所以就还遮成日志四大本 已经完全的翻译成中文 那简单一点也可以去看吧 那你真的认真一点还是会有问题 他翻译的可靠吗 同意思 我们历史就很常在这些问题上 做很细致的一些讨论跟辩证等等 那这个是十七世纪中的资料 他只比刚刚这个东方记 玩了几十年而已 他里面也会讨论到原住民 那我们看第三件资料 我现在选的是非文字的资料 现在课本往前翻到这一页 课本的续篇有一个跨页的地图 我是故意选它的 反正课本有我就选它 所以请我们课本那一张 跟后一件最高 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 颜色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有色差 我直接回答 它不是色差的问题 一个是扫描 一个是拍的 不是这个问题 画的人 绿镜 绿镜都出来了 这个人当时没有绿镜 好来 画的人不一样 这是正解 什么叫画的人不一样呢 当时已经有印刷出 但是它印刷出来是黑白的 所以当时人有一个习惯 是会再着色上去 你小时候不是常干这种事情吗 小时候不是只有那个描线的 然后你不是要拿那个大笔去涂吗 然后哪一天很愤怒的时候 就开始垫皮卡说这样 乱图乱图 懂我的意思 这个着色是不同的人 着色上去 因为它印刷出很多 同一张的地图 那些问题来了 这个不同的着色有意义吗 有没有意义 它可能有意义 会不会每人在着色的时候 代表它的重点强调是不同的 你知道这个着色可能是在印刷出来不久 它就左色了 那代表它是跟这张地图的时代是很接近的 所以它会不会 它在特别重视一些东西的时候 它就特别的某一个颜色去表述它 所以一样的一个密刷出来的资料 它是17世纪中 17世纪初的时候 那特本其实这张图有跟你讲是谁画的 它应该也是跟荷兰东西路公司 在台湾的统治有关的 我们刚才讨论的颜色 我现在要进一步再讨论 因为我们是一个现代的历史学者 各位都是 我也是 所以除了颜色之外 我们应该要再问一些问题 所以请问 什么不见了 屏东不见了 它还没浮上满图式 是它没有把它画出来 好先 我们现在先撇开形状 像不像的这个部分 但那个屏东不见有可能是有意义的 诶 这个台湾躺下来了 这很明显吧 我们现在画台湾是这样画吗 我们现在是习惯把北边画在上方 在地图 所以当你是一个现代的人 你要去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 留下来的这个资料的时候 请问你为什么台湾躺下来 因为它是从 这边是怎么样 那边哪边 东南西北 澎湖 澎湖那边就是西边 从西边看过去 应该是看往东边吧 从西边看往东边 会是这样 那这样子看人就不见了 上帝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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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上帝视角 你们越来越复杂了 好 来 如果一个现代的历史学 可能会自己顾问 是一个人把台湾画成躺下来 还是很多人都把台湾画成躺下来 蛮多人都把台湾画成躺下来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台湾都站起来 以前都躺下去 那请说 这个答案如果是用在清代是适合 但我们现在讲的时间更早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时间 台湾还几乎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原住民的天校 只有像是 因为荷兰人统治 其实也是以台湾人物为主 北部其实也不太了解 东部也不太了解 所以当时是一个非常低度开发的时代 但如果以航海者来讲的话 他可能会走西部海岸线 走东部海岸线 好 为什么当时台湾都是躺下去 现在都是站起来 请问台湾如果站起来的话 在地图上哪一块地方就很容易出现 太平洋 太平洋吗 这一边的话你如果把那个台湾画小一点 太平洋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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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位 如果台湾现在变成是我们一般画台湾的那个方式 是不是在他左边就是西边 中国大陆就一定会画出来 好 这是提示 所以请问你 这样地图为什么是躺下去的 他不想看到东国大陆 因为怎么样 他不想看到东国大陆 应该是说画的人是荷兰人 他没有必要要把中国大陆一定画进去 各位懂意思吗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是讨论这一张图 然后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 他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可以去问他 而你一方面可以了解 过往那一段历史 反过来你也可以因此知道 我们现在在面对他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困难的地方 这一张我们也是小小练习到这边 再看这一张 这张叫翻舍彩公图 国中提过请举手 估计大概五六位吧 情况下 或许老师补充比较多 好 这张图画的是 台湾原住民是屏股族 估计应该是希拉雅族 他是在18世纪 18世纪就台湾史来讲 已经是清朝统治台湾了 那这个图其实用在其他边问说 这个图画的经不经美 我先听过一个答案 这个图画的精美还是不精美 好 意见有点分歧 觉得他精美的请举手 觉得他不胜精美的请举手 好 精美的比较多 而且他一共画了18张 那后来命名叫翻舍彩公图 这一张你们刚刚我啊 是因为他画了很多张是不是 好 然后这一张是画他们在耕种 就是在从事生产 其他可能有他们去猎捕梅花露 或者他们在一个公众的场合 去讨论整个族群的事物 部落的事物等等 好 那我们现在先假设他是精致的 所以问题来了 为什么在18世纪 清朝统治台湾的时候 会有人去用18张图描绘台湾原住 是谁画的 那个目的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是现在研究的 我们是历史学家嘛 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 你才能进一步讨论下去啊 请说 清朝画了嘛 清朝是一个人的名字嘛 清朝情人画了 好 这是一个对的答案 请说 要是要跟当地的原住民要冒 或者算了跟他们的生活形态 比较容易跟他们的原住民互动 像是说的其他人之类 所以要更深入了解 为了更深入了解原住民 为了要跟原住民互动 因此画了这些画 你的答案是这样的 好 这个答案也可以说对 广义上来讲没错 是要多了解认识他 可是谁要认识他呢 你会因为同学 为了要认识一些事情 昨天午餐是什么 然后你写一本书告诉他 好 午餐午餐吃这些东西 第一章 我用个餐具 第二章 我用个餐巾 你知道事情会做得很详细很细致 他的目的通常也比较 要统治他这种东西 那我直接问好了 这幅图你觉得是谁画的 要画给谁看的 画给广大看不到台湾 原住民的人看的 画给长官看的 画给长官看的 来 我把两个组起来 他是画给的确不了解 台湾原住民的人 但不是很多人 是很少数人 而且是皇帝没有错 这个背景我讲一下 其实刚刚各位在推论的过程 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有些同学答案 已经算是接近了 好 当时台湾位坚很低 只要什么知府 知县来统治 所以你们国中不是学过 台湾什么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乱吗 那就是统治不胜上轨道 那清朝其实不太花钱统治这地方 可是他又怕这个地方会有问题 所以他一段时间会派一个高官 代表皇帝来巡视台湾 那个官职叫做巡台御史 那就有一位巡台御史 他就觉得 因为台湾有汉人也有原住民 他就觉得 与其写很多东西 不如把它画下来 所以他就请画将画工 把台湾原住民的生活 总共画了十八章 因此描绘之后 就连他要上奏给皇上的内容 一起呈上去 所以这个是给前皇帝看的 所以台湾画这么精美 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是给一般人看的 你会这么用这么多的精力 画得很精美去呈现他吗 一般来讲不会 那目题又来了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都是现在的人 我们要研究过去的 台湾原住民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是承给前皇帝看的 因此这个班车是台湾部有什么问题 皇帝不能 可能是假象 我这个巡台御史 为了让台湾看起来是一个统治 真真日上 所以故意把它画得统治的很美好 来请说 是能用黄色 或者是不能用一些比较高级的颜色 不能用比较高级的颜色 因为他们是台湾原住民 这是因为好像什么 因为在政治上有一些禁忌 可能政治上有一些禁忌 可能那些原住民本来没有长那么好看 那些原住民本来没有长那么好看 那些原住民本来没有长那么好看 这个讲起来就感伤了 因为他是画这里几个人 我们不太清楚这几个人本来长得好多好看 但你的意思应该是说他会美化 其实没关系 因为反正这个就是古代的画 也都不像你那种好看 古代画的一样 这我倒到不见得认同 因为你就他们这上面来看 他的一些姿态还是会有不同的 我现在问一些你们刚刚没有问到的问题 那你们发现这边的原住民是在耕田的 不管是用牛在里田 或者这边是用锄头 可以除那个土吗 那所以我们会有的问题是 原住民已经在耕田了吗 但有可能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刚刚讲的美化 所以最好原住民都像其他的汉人一样 当一个就是乖乖的农民这样子 这样皇帝看得比较开心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他们本来的衣着就是这样吗 有没有可能他们 我随便假设好 他们穿的甚至是更少的 那可是因为你要给皇帝看 结果皇帝看到十八张的三次彩虹 不是会落实 吓到你 因为你是给皇帝看的 你是不是会预期皇帝会对这些事情的反应 所以你会做一些加工 或者刚刚同学讲的美化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过去的那些台湾原住民 曾经有的生活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障碍要克服 这个是我在这张表达的 我们后面还会再遇到这张子 继续 时间快来不及了 再来 这个是今天在恒春半岛的某个地方 它是石门古战场 那这件事情是跟古代社事件有关 郭忠祐应该学过这件事情吧 1871年 有琉球的渔民漂流到台湾南部恒春半岛 碰到了台湾族的原住民 收到台湾族原住民的热烈款待 被干掉了几个 好 结果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日本就觉得说 我的人被你们原住民欺负了 要请清朝政府处理 那清朝政府就说 那些原住民有根本管不动吗 文言文叫做生翻戏俗化外 就那些人其实他们过自己的生活 我清朝政府管不到 那这人就说 你清朝管不到我就要管 所以他在1874年就派兵 直接大军就攻占了渔春半岛 还占有渔春半岛半年的时间 这就是当时曾经日本行军 以及跟台湾族作战的地方 但我们知道 史耀刚好我们讨论它不只是文字 它也可以是一个地方 因为它实际发生过战斗 所以请问各位 这个地方当作史料 我们现在人要了解过去的时候 它有问题吗 它可能会产生问题吗 还是我们就去爬爬这些山 走走这些路 我们就知道当时发生事情了 请问问问问问问 像是说假如有山峰 或者是上面有一堆杂草 或人物上开发的 好 如果是属于地震山峰 或者是什么河川青石 因为刚刚其他班有人讨论好久 那些我们暂时先不考虑 但刚刚同学有提到一点不同 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我们都知道人类对台湾的开发 从18世纪、19世纪到现在 是不是住人越来越多 人为的设施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些 因为人的开发的关系 样子会有一些改变 那我们必须要再了解过 我们的干涉事件 作为一个古战场这个地方 它人为开发程度 我们必须要纳入考虑 所以我们回头再看 怕它跑掉了 我们如何认识过去呢 透过史料 这个战场是一个史料 但我们可能要做 比较细致的论辩 最后我们有一个资料 这个史料 这是一张照片 它拍的是一个碑 这个地方写你们的长区 我先提示你们 你们看到旁边 有一个阶梯式的城堡 不知道有没有人 已经想到答案了 好 那在这个城堡的旁边 日本人统治台湾 你都知道这是暑期 曾经定了一个碑 上面就写 正从五位 冰田弥定位 无有致致 冰田弥定位 何许人言 他是十七世纪的一个日本商人 他到台湾来跟台湾原住民做生意 那就把台湾的什么陆匹 一些比较有商业价值的东西 拿到日本去卖 赚不少钱 后来荷兰人统治台湾南部了 那冰田弥定位 再要来台湾南部 跟原住民做生意 荷兰人就说 现在我们统治这里 你要跟原住民做生意 你要先缴税给我 缴税给我 零点就不爽 我以前不缴钱 就跟原住民做生意 我为什么现在要缴钱呢 所以他就跟荷兰东义务公司 在台湾就爆发冲突 那这个冲突 其实有一个还蛮曲折的过程 但因为对日本来讲 这就是一个很英勇的形象 争取海外日本人的利益 所以等到日本最后统治台湾之后 就为了表彰这个事情 因此有了这个杯 他的意思 那个从武卫就是指给 冰田弥定位的一个关接 追证他的关接 那个无有之指 就代表表彰他这件事情 好 我大概把这个来龙曲曼讲 那这个杯现在在不在呢 他可以说在也可以说不在 给各位看一下 现在同一个毕业的样子 右边你们应该很多人都去过吧 那你看他的那个杯的基座 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们觉得他是在还是不在呢 其实类似的意思很多 我们需要旁边不是有很多那个古城门吗 那个有的古城门都只剩一半 上半部都被公民党改造过 只有下半部是原来的样子 所以像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以现在 要研究过去的角度来讲 他是有问题的 他需要有一些东西去重建或者去复原它 好 那我们这个点算是讨论完 那这一节课其实讲了那么多 只是要告诉各位 历史是过去跟现在无止境的对话 因为他有太多的东西 必须要去做论辩的 那再来我们要把这节课做结束了 实际上也只剩五分钟 翻到第六页跟第七页的地方 那我想我们因为这节课不是在谈特定的 所以最后我要帮各位讲 台湾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后一天 他是以海洋交流的思考 台湾是一个岛屿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些事情 那就像全世界很多的岛屿一样 不知道琉球 琉球是一些岛屿 冰岛是一个岛屿 英国是一个岛屿 日本是几个岛屿 凡是岛屿地方的历史 他就一定是透过海洋去跟各个地方交流 所以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台湾怎么用海洋跟其他地方交流 应该没下过 这是第二节 好 那这个是旧石器时代 那你们应该听过一个叫长冰文化 因此旧石器时代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因为冰河时期 所以他行头这陆地白色的部分 那你看台湾跟琉球这些地方 因为这里还是海洋 所以现在就有历史学者 把自己就做了很简陋的船 像这一页所看到的 那当时人不会有什么国界的观念 国界的观念是我们现在才有的 因此这一些旧石器时代的遗址 可能就透过海洋的交流 呈现一定的相关性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这张各位都很熟悉 这就是南岛宇族的前期 我们下一节课就会讲 南岛宇族是一个在大部分的太迪洋 跟印度洋都有的族群 那他们就是透过海洋 因此扩散到这么大的范围 好再来第三个例子 这是大盾坑文化 国中有提过 好大盾坑文化在台湾的西部也有 在福建广东的沿海也有 所以西石器早期台湾所出土的一些陶器 跟生活用品 跟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是相近的 因此你看台湾透过海洋交流 可以跟北边 可以跟南边 可以跟东边 可以跟西边交流 好这个是台湾历史 在不同的时期 我们都可以取的特色 那再请翻到各种第五页的地方 好这个非南域是从非南文化出来的 西石器的晚期 那你看这些在台湾东部 南部出土的玉器很精美的 结果我们在菲律宾 在中南半岛 在南洋群岛 也发现样子非常类似 这其实也是透过海洋 跟这些地方交流的证据 好想我也是随意举几个例子 来告诉各位 台湾是充满了各式各样海洋的特色 那最后这是我们这学期的架头 今天台湾续篇之后 再来就是一二三天 大概我们三次段考的段考去拿 好 我们这一点就讲到这里也只有下课 谢谢大家 順便去完语解了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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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